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战 在生活中啊,我们难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原因,要求人办事,这是很正常 这时候啊,人和人的区别,人和人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你看,有的人求完人办事啊,对方帮助完他之后觉得,哎,这人不错啊,两个人越来越好,处得还挺好 有的人呢,帮你办完事之后啊,和你就生气了,啊,烦不成仇了,哪里,你们两个互相不让我们往来了 还有的人呢,你求人呢,人家干脆就不帮你办 其实觉得我们也挺熟的啊,你看我们俩关系差不多,他求就帮办了,我求就没帮办 为什么呢,嗯,跟你讲,因为呀,你没懂得求人办事的规矩,没找到窍门 那朋友说什么呢,什么是那什么的,那么求人办事这几个规矩你要懂 哎,大概就好很多,朋友说哪几个规矩呢,规矩呢,我跟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 第一个,求人办事,别一锤子买卖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找人办事,这个事办完了,办成了 你自己觉得他理也收了,钱你也花了啊 行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吧,这个事就完了 这样人家你觉得舒服吗,你觉得会中满意吗 如果你以后再有事找人家,你再多花一辈的钱 对方都不一定愿意帮忙给你办,真的是这样 有句话叫什么形容这种人,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就是这种人 那么说帮你办事,把这个事办完之后,你要懂得什么,联络感情 没事和对方联络了,尤其是逢年过几月,哪怕一年你就一趟啊,去看看人家 买一些小礼物,就不花几个钱,只要心意到了就行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对方会很感动的,对方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你看当时帮他事,这么长时间了,还记着呢 哎呀,这事实上懂得感恩的人呢,对不对 如果以后你再有机会去找他办事的话,我告诉你 你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他都给你办 而且他会全心全意的给你办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所以找人办事,千万别一锤子买卖 把事给你办完了,你觉得你中了钱花了 你觉得谁也不欠谁就完事了,别这么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尽量先感情后办事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不是特殊的突发性事件 要提前一段时间,把感情往一起处住 大家关系好一点,这样才行 你说你平常都不联系,临时抱佛脚 人家凭什么不帮你啊 人家怎么能尽心尽力的管你啊 咱打个比方说,比如说 你孩子上小学,你可能得选择折校 这个小学挺好,然后你也是这么个人 他能帮你,孩子办 你知道抬护这个权力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说你今年孩子要上学了,把爱上学了 你六月份早餐,你说你看啊 我想折校帮忙忙啊,需要什么礼物啊 需要什么钱,咱就跟你谈那个去了 对吧,你觉得对方会不会帮你呢 有可能会 但是你得出大家钱 甚至来说人家不一定帮你 对吧,给你推了 哎呀,这事我可办不了了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这孩子两岁的时候 甚至三岁的时候 你就应该跟人家出关系 因为什么你要想到两年以后 三年以后,四年以后 你就能用到他 啊,有些人说老宋你 这不太投机了吗 那应该那个,你不这么想 那人不这点为以后打点基础吗 教人出事都是这样啊 你明知道以后会有这么个事 你为什么不提前,你把提前这几年 感情做得好了 你想想,到时候你再求他办事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可能还不用花那么多钱 你还尽心尽力跟你办 你说对不对了 嗯,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要先维护感情 那有人说了 那不对老人 你看我这维护感情了 啊,然后到时候他搬不了了 他不带着了 或者说我不想办了,怎么办呢 哎呀,你怎么这么小气呢 啊,就当交个朋友了 又能咋样 你也不亏什么呢 对不对 咱们这个时候 能办当然好 办不了事 你就当交个朋友了吗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是不是呢 想一想这个道理 哎,这是第二个 老宋人员 尽量先谈感情 后办事 啊,第三个 人家,记住啊 人家收了你的礼物 不代表这个事一定能办成 别背后骂人 别背后埋怨人 啊,现在求人办事 有几种情况啊 就说 有人说了 他收钱 他不给办事 我跟你讲 如果他不是个骗子 大部分没有这样的 啊,除非他是骗子 大部分呢 那你想求人办事 你是不是得拿点礼物 啊,我想求你帮我 办个什么事 对不对 哎,拿点礼物 看一眼 说完了之后 这个事大概吧 那个事需要多少钱 那是提令再说的 对吧 哎,最后 礼物 人家可能先收了 但最后 这个事办成了 哎,该多少钱 花多少钱 该怎么样,得多少多少钱 你再花钱 对不对 一般如果不是骗子 没有说把你钱要了 不光你办事的 或者是 钱要了 办不成不退 你很少 但是礼物 人家收了 这很正常 你别说的 你给送礼物了 人家办不了 办不了礼物拿走了 或者人家过两天 告诉你 哎呦,这事没行 没行你收我礼 啊 哪怕你的礼 稍微贵重一点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不满意 甚至刚才说了 有的人哪 呦 哼,这福音就半月 当时啊 我给他买了两瓶五粮液 啊 哎呦,啥一笔管 啥一笔给我干 啥玩意 你真是的 啊 你这么白天 你有啥用 啊 你当时送礼 是你心甘情愿的 人家谁也不会说 我收了你这个 我就一定能完成 或者也是当时说 拿走拿走 我那什么 你不拿呀 对不对 在的时候 你和别人这么说 说一遍 别人听了什么感觉 哎呦,下回你要求我 把这找我来 你给我拿东西 哎呦,我可不敢要 我可不能要你东西 要完你东西 搬不成呢 搬不成呢 我啥 你给我拿点毛克 我都不敢要 可这个东西 我以后架不住 你数了我 是不是呢 所以你想想 你在外人的心目中 会什么样的 所以千万别这么想 这个只是个敲门砖 啊 对吧 你就平常拜会人家 何况有事呢 你不应该带点礼物吗 很正常 所以老宋高里 收了礼物 代表一定就帮你办事 对吧 哎 这是第三个要记住 第四个 找人办事啊 就如果这个事办成了 你别逮谁喝谁说 摇哪去说 跟谁都聊 啊 哎呀 什么什么事 又有个什么什么事 哎呀 你怎么办 啊 我找的谁 谁给我办的 哎呀 没问题 我舔哥们 你说为什么不能说呀 你说咱俩 咱们都挺好 他意思 他为什么不能说呀 因为你去求他办 他给你办了 他去求他 可能没给你办 没给他办的 那他心里什么 什么意思 给他办 没给我办 啊 或者说本来 已经没想到他 哎呀 你先给你办了 你找他呢 接我去给人 惹来多少麻烦 你知道吗 这种情况 你有可能会给帮你办事 的人惹来很多麻烦 同时也可能会给你自己 惹来麻烦 怎么样呢 人家说了 哎呀 你还要这管一呢 哎呀 你我家这个事 你也帮我办一下呗 你怎么办不了 别 你就求求他呗 你刚才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你看看咱不差钱 对不对 你说你管是不管 你管 赵尔反 那边说了 怎么的 啊 我帮你办事 还得帮别人办事 我怎么的 我是干啥的 我是办事的啊 啊 你不管人家说了 哎呦 我天呐 咱们咱不是朋友啊 你自己是能我的事 你就不能管一管嘛 啥意思啊 对不对 太不讲究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里外都不是人 所以说 不管帮你办了什么事 哎 自己得到了好处就得了 哎 丫头敲声 得不要吱声 得 就是不要 得谁就跟谁说 你说是不是 哎 这是第一四个 第五个 就会就是什么 造人办事 想的是把事情 办成 而别想的是 为了省钱 为了占便宜 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你找人办事 你说觉得啊 正常我这个花一百 啊 我是不是找人了 可以花八十啊 千万别这么想啊 你是以省钱为标准 你是以占便宜为标准 这个就没意思了 跟你说 如果你找人办事 真的最后省了 对方帮你省了钱了 哎呀 你要感谢 知道对方帮你省了很多 哎呀 你觉得挺好 对方帮你把事办好了 没有帮你省钱 你一样要感谢人家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千万别过后的说 去呀 哎呀 我不找他 我跟你讲 我花二百 找了他花一百五 不是找了他花三百 我找他干啥呀 你是不是有病 是在那里当时 找他干啥呀 还是那句话 找人办事 只是为了把事办成 千万别想着 你为了占便宜 为了找通过人家省钱 这样首先就不对 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 嗯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求人办事 脸皮较厚 因为有一些关系 确实我们不太熟 或者是说的 但是你没办法了 赶上这了 就得找人办事 怎么样啊 那就就是有一说 哎呦 都去说了 也不太熟 也能管我 能帮我吧 张嘴三分力 不给也够本 没关系 说一说 不给就拉倒 不帮就拉倒呗 万一要帮了你 对不对 你也不提到哪 咱这不是为了办事吗 是不是呢 天天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我啥用啊 对不对 你事办不成 你想想是不是 这个道理 哎呀 好了 这就是老宋总结了 求人办事 无论关系好坏 这结果规矩要懂 不知道朋友们认为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事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